好吊的大牛仔 姐姐 妹妹 最小却要大家叫她姐姐的Grace 听话懂事就忍不住情绪的Joe 加上搞怪的歌手老爸曹格 本期纪录片 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欢乐幸福的家庭吧 好 我们进去 这一季爸爸去哪的六个萌娃当中 曹格家的一对宝贝总是状况不断 这两个小家伙在节目里的表现 也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 1 2 1 没事 没事 1 2 1 1 2 1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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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3 1 2 3 1 3 3 1 2 4 2 4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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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3 2 3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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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5 2 5 2 5 3 3 2 4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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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5 2 6 2 5 2 7 2 6 2 6 2 5 2 6 2 5 2 5 2 6 2 8 2 7 2 7 2 8 3 7 2 8 2 9 2 8 1 9 你吃蛋糕 今天客人叔叔會教你們做蛋糕 今天客人叔叔會教你們做蛋糕 哇 你看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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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妹 你最喜歡的 我喜歡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你可以拿這個 你可以拿這個 你確定嗎 噢不 他會給你 他會給你 可以拿這個 好 這是你的 多一點 好 啊 不動 對不起 你看你手上傻很多 你手也是養妹妹 給你吃 好 這是誰做的 我和兩個 你們兩個可以做嗎 你看兩個包包 我們做成功 耶 你做得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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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就是 分享的時候了 能不能分享 來 做為歌手的曹格 經常在外演出 那照顧孩子的重任 自然更多地落到了媽媽 巫蘇林身上 這些天 在爸爸去哪的節目中 草格溫情教導 耐心化解危機 對孩子小之以理 動之以情的教育方法 讓所有人連連稱讚 因為你們兩個 love each other 然後就有自己的個性 就是非常地敏感 很sensitive 我手裡面 還有感情 然後很有愛心 非常有愛心的小朋友 好像 反過來 就有人要幫我拼 不好意思 太開心了吧 來 不要... 很好吃喔 很好吃喔 對方結帳 那個Grace呢 就比較... 個性比較硬 比較有自己想法 大家好 我是大姐姐 哈囉大家好 我的名字 大姐姐 大姐姐 一直在一起嗎 她自己認為 就是大姐姐很酷 她也想要做大姐姐 她急著想長大 吃完了 吃完了 Grange 我來呀 沒有了 已經吃太多了 不能了 好 G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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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姐 我很是高的 很高的 我跟妳很親密 那個可憐的臉怎麼樣 看不到臉啊 那拜託拜託的臉呢 拜託 她們其實現在已經 我會常常跟她們說 我們三個人 三個人要抱抱 我們三個人 我們是Family 媽媽在就四個人抱抱 所以要給很多愛 要常常說我愛妳 要常常抱 要常常說I love you 這種話 很無色耶 謝謝 幫我拿著氣球 下班爸爸 拜拜 好了 雲姐收起來 雲姐收起來 姐姐喜歡這個粉紅色的 是吧 對 那妳問那個叔叔 可不可以送給妳 妳問一下 我可以送給我 可以 可以啊 坐進去吧 坐進去 妳昨天晚上跟爸爸一起看 我們看爸爸去哪兒 我看到KIMI 哪有啊 有 第二集沒有KIMI啊 那是KIMI爸爸 KIMI爸爸給爸爸加油的 對 爸爸去哪兒 2是我們 爸爸去哪兒 3是我們 我們是2 3 好妳故意的 那我問姐姐吧 第一句怎麼講 黃河路海流 第一句是嗎 不是白什麼 白日一生鏡 黃河 和路海流 熱 部分 是什麼 河東 這裡 是 河東 河東 號 路圈 路圈 2014年 可以说是曹哥与湖南卫视结缘的一年 在参加的《我是歌手》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节目 长沙似乎成了曹哥第二季节目 这幸福的一家四口 在来长沙录制《快乐爸爸年》的间隙 还不忘来到儿童主题乐园游玩 这一次曹哥化身村长 看看他会给儿子和女儿布置什么样的任务吧 我现在是村长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 我是村长李乐 欢迎大家 救 救 gross 救 坐好 现在你们的任务来了 伯伯你也要陪我们一起找吗 OK 你去找别的地方吧 好 找到一个东西 这什么 石头啦 哎呀 哈哈哈 挖到一只毛鸡 挖到一只毛鸡 诶 那个是什么 哎 那鱼 这一只毛鸡 哈哈哈 我去哪里 哎哎哎 哎啾 他架大了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这个照片走样的走成这个样子 是什么照片 是这样 就是 这个 是吗 哎 好像是哦 是 进去 进去 贴了进去 快点 快快快 这是要干什么啊 保障就在你这边 礼物在这边啊 这什么 这边都是袜子 一一 我怕打开看看 这什么 这什么啊 你来看 你来看啊 嗯 你怕的 快点快点 你会开心的 打开了 来 来 是什么 小白兔 打开看看 哎 哎 我的小白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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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宝藏啊 我的小白兔 小白兔 爸爸 我抱他 我抱他 我抱他看看 我把他放下了 等一下... 那是我 把他放进去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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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哭的喔 不能哭的喔 你哭的 哥哥先抱 等一下 哥哥先抱你 我还是开心的 我们大人一定要 扶住这个东西 然后只要他一做好的 就要很... 很夸张地去称赞他 要让他记得 哥哥换我了吗 为什么 哥哥换我了吗 干什么 哥哥换我了吗 等一下 换姐姐了吗 好了 你要不能回去啊 为什么 你不能回去干嘛 因为他想回家 他想回家啦 嗯 可以带回酒店 爸爸我想要抱抱他 现在帮吧 嗯 好吧 我想... 不能啊 他不会... 哎呦 爸爸说过什么 爸爸说过什么 你看他尿尿了 等一下 他走得臭 看我 爸爸说过什么 不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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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分享 要当一个好保鸭 OK 所以现在是你们在哭在闹吗 嗯 绝对没有 嗯 真的没有吗 真的没有我才把它包出来 嗯 没有闹 没有 有没有哭 没有 有没有当一个好榜样 有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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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先抱 我让他闲 我让他闲 因为你让他 Good boy 我也是 这里是由 999感冒0和小儿感冒药 冠名播出的 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 暖暖的 很贴心 孩子们在游乐园的表现 也考验了 曹哥作为爸爸 平时带孩子的方式 曹哥这次受邀参加 爸爸去拿第二季时 作为第一季的嘉宾林志颖 他对好友曹哥是否有过担心 又会给他传授过什么经验呢 上一季去了六个地方 每一个地方坦白说都很不一样 有想象 但是真的去住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确实真的不是那么简单 砍柴 生活 然后整个屋子还会暖 然后 在沙漠里面住帐篷 原来是这种感觉 我只有跟他说 放轻松吧 但是也很难 因为毕竟他带 带两个 因为一个跟两个其实 是不一样的 我想他应该会蛮累的 要同时照顾两个 之前我还算蛮反对 就觉得小朋友当童星 对我来讲我比较不能接受 所以那时候很挣扎 可是我又很想有这个记录 他们小时候跟我一起 出去探险冒险的这种记录 我十年二十年后 可以拿出来看的 我又很希望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很挣扎 然后后来就听一些 好像蛮好评的 就是跟爸爸在一起生活 然后做一些互动 看动物的什么 有一天电视上正在播 爸爸去哪儿的一个新闻 一个新闻 小智跟Kimmy 然后Joe就看到了 他说Kimmy Kimmy 在电视上 他说Kimmy在哪里 我也要去 然后Great也说 我也要去Kimmy去的地方 我说你们要去电视那边吗 他们说要 然后我就问妈妈 妈妈就说可以啊好啊 让他们经历更多 让他们看更多 我的纪录片之 在一起 现在继续 感谢我的纪录片 和爸爸在一起合作伙伴 练一张床 爱一个家 水星加法 五位爸爸六位萌娃 第二站 来到了浙江长州 建德新叶古村 在这个美丽的江南水乡 好像置身于古色古香的 明清画册之中 面对各种升级的绕固 并且还迎来了爸爸去哪儿 史上海拔最高的朋友 老爸是否招架得住 这一切都得从一杯酒 开始说起 村长日记开始 然后滴滴续续老爸们 就这些天来也是太累了 喝一点点小酒 可以让自己去放松一下 这样这个时候呢 孩子可以出去疯跑 老爸们在一起 稍稍地浅着一下 特别特别地开心 大姐您这是在准备些什么呀 洗碗 等一下爸爸们 要来这里喝酒 我们给他们准备一点小型的小菜 小一点 我们本季抽的那个莲丝酒 土区酒 哎老板 来两斤糕两个酒 五斤牛肉 来菜都准备好了 老板 不用老板了 我们已经 我没看见 已经备好了 兄弟 来吧 太好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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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们在享受生活 你藏一点 而爸爸们一直密谋要整的总导演谢迪奎 却病了 这一期呢 老谢 我们的爸爸去哪儿 总当演谢迪奎 然后他生病了 其实作为兄弟我来说 比他特别心疼 也看到他的头发 原来拍爸爸去哪儿之前 是黑的一半白的一半 但是拍到第二集的第二集的时候 基本上已经全都摆了 爸爸们在享受好酒好菜 那宝贝们在干嘛呢 我们要找一个最高的人摘果子 最高的人在哪里 我要让全部的人都站起来 行吗 哈哈哈哈哈哈 这回大家都看到了 我们请到了姚明来 然后姚明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就是高 孩子大人都那么喜欢他 你长得好像比我爸爸还高 哈哈 叫 叫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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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在MBA 那么受欢迎这个中国人 我觉得这个挺 见到他有一个 挺激动的感觉 他就是 不论他身高还是他的地位 都是一个巨人 但我心目中 就是因为他是中国人的骄傲 3 2 1 开始 加油 他告诉这些孩子的 除了我很高之外 其实还好也告诉孩子 其实你看打篮球激烈对抗 没有什么样 我们这样才会去 身体才会特别好 哎 好多 今天很有幸远姚明同志 给我签了个名字 我很感谢 能和自己的偶像在一起 参加一些活动还是非常容易 我原来的印象当中 觉得Grace在第二季当中 应该可以去放松一些了 而且尤其是这一次的生活条件呢 也没有那么艰苦 是一个这个千年的老村了 但是Grace呢 有点超过我的预料 就是他哭的频率 反而会更多了一些 我都会跳 我都会跳的 不会 你现在已经落下很多了 你现在已经落下很多了 我都会在哪里了 我们追回去 一二 哇 我可以啊 不要 如果是我的话 我更愿意去讲一个公平 不是说男孩 女孩子就一定就得被男孩子让 让男孩子宠 但可能这些都是纸上谈兵吧 相信我要是再有一个的话 可能我也会比较宠小的 哈哈哈哈哈哈 翻门 她是一个例外 她一直画最少 然后其实表现的也少 可能在剪辑的镜头也会少 但是我是最关注她 因为我真的觉得在第一集和第二集 她的性格是特别的不同 特别的不一样 和很多很多孩子都不一样 奶奶有没有这个有的 这个给你的是吧 累死我了 谢谢奶奶 我还有两个就完成了 就在本季爸爸去哪儿一二集播出后 很多网友和观众愈发喜欢清秀可爱的Fiveman 一时间网络微博上发起了要求增加Fiveman尽头的热门话题 贴心的导演组立马回应网友期待 请大家放心 会把每个孩子最精彩的一面都呈现给观众 而Fiveman在第一期节目中 套论家庭成员地位排名时 两个姐姐的意外出现 更是让大家猜测 吴振宇家里究竟有几个小孩 Fiveman有没有姐姐 或者说吴振宇到底有没有女儿呢 那所以家里面是怎么排名的 第一名是 妈妈 第二名 姐姐 第三名 姐姐 第四名 爸爸 不觉得他是故意的吗 耍你们 因为我永远地耍她 她耍她又要回头来整我 那整不到她就知道了 走 那这两个姐姐是她家里的费用吗 是啊 父母要工作啊 很多时候都给时间都是费用以待她 原来这是调皮的Fiveman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 之前吴振宇发的龙凤胎姐姐的照片 也只是Fiveman头发长的时候拍摄的照片 其实都是一个人 Fiveman长相清秀 仪假乱真 影帝老爸说她有个孪生姐姐 完完全全是一个玩笑而已 而这副所谓破天荒龙凤胎合照中的女孩究竟是谁 我们以后将详细解密 吴振宇有的时候去盯儿子的眼神 Fiveman 我觉得真的就像是那个 他演的青红帮老大的那种眼神 特别的凶 但其实他跟其他那几个孩子都相处的蛮好的 那个几个孩子也都特别愿意往他身上去贴 但是你会看到Fiveman Fiveman有时候特别高兴的时候 才会凑到老爸面前去表示亲爱 但是平常他亲爱对老爸 他其实是有一种恐惧的 有另外的一种应对的一些个方式 就是我是属于那种刀枪不尽的 他随意怎么凶 我就这个样子 米饭可以了吗 米饭好了 好好好够了 有没有 Thank you 了 有没有谢谢人家 谢谢 哇 好啦 I love you 了 谢谢 我告诉你他 其他孩子 就是 就是跌倒了 我马上去扶他 我一定不扶 这个就 你看 我对他更好 因为我 我给他教育 其他孩子没有这个 享受这个教育 杨阳他分到一个破房子 他不开心 但是他不爱表达出来 因为他觉得他表达出来了 会让老爸更不开心 所以他就不说 但是因为小孩子他绷不住 所以有的时候他又会流露出来 杨阳我们到班的家里 到班的家里 他说他对表现出一种尊重的态度 为什么呢 他知道杨阳心联名的是呢 讲着事呢 然后呢 小鹿在教育孩子的时候 他们家呢 就全开放式的 就觉得 哎 反正生活是这样的 然后什么样都让孩子去感受 我就想多走一走 感受一下泥土的软 哎呦 你去感受一下泥土的软 那你今天感受够了吗 感受够了就是 鞋都脏了 袜子也脏了 再也洗不出来 那个瓜瓜也过来了 就非常特别喜欢那个狗狗 完蛋了 完蛋了 回过来 我这个爸爸又成了摆设了 东东呢 是我们第二季当中 年龄是大的孩子 自己心里有这种感觉就是 哎呀 我应该去让着小的 但是到了第二季的时候 这个姐姐其实会有一点茫然 觉得大家不是那么听我的 然后我也不是那么权威的 他们一直都没抱 你一直在抱欸 他需要我抱着他 抱着他 他多乖 然后很多事情呢 你管他们也不听 你商量呢 你商量不来 那其实让久了呢 在多多的心里边 也会有另外一种感觉 其实他还是小孩子 走我们去玩 还有一点几个吧 贝尔说 他想带这 我们可以最后 把它给路易去 让贝尔说 可以玩一下 好不好 多多姐姐 我今天晚上 我想把这只狗带回家 为什么真的 多多姐姐的肯定 哦 多多姐姐 我今天晚上 能不能把这个狗带回家 几个孩子里面 受乖乖影响最大的 就是贝尔 而且呢 我还知道这次呢 就是好像为了乖乖 就是贝尔和多多之间 好像也有一些不开心了 我看到他牵着乖乖过来 他就一直不撒手 然后呢 我们在做我们任务的时候 我会时常观察贝尔在哪 然后要么就看他牵着口 要么就看他抱着口 从早到晚这样 我说你不许动 然后他说放开 我也没放 他说放开我也没放 然后他好像就有一点想哭了 然后我说你知道吗 你抱着乖乖的时候 就像我抱着你的这种感觉一样 他好像有点明白了 我陪你吃饭 吃完了 吃完了 谢谢 这趟杭州之旅还没有结束 导演组反复实验的新任务 老爸们能否招架得住 路易贝尔一家 又会有什么幸福感动的故事 与我们分享呢 下周五晚上十二点 我的纪录片和爸爸在一起 我们为您独家讲述 稍后请收看 《爸爸去哪儿》第二季 宝贝宝贝 我是你 Grass 我去哪儿 宝贝宝贝 都是你大人 宝贝宝贝 都是你带Lou rede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